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于桥将主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啄酒 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复孝坛中 这似乎是明代阳慎 为曹操所作的一首诗 话说天下大事 分九必合和九必分 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 秦列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 传至县帝 遂分为三国 几横字包含了朝代更迭 却包含不了人命危险 既包含了乱世之缘 却包含不了世道乱想 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乱世 曹操出生在宦官世家 汉衡帝流之在位的时候 即公元155年 曹操自孟德小年阿满 又名吉利 佩国桥县人 经安徽省国州市 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太监 而且还做到了大长丘 长丘宫是汉朝皇后的居所 大长丘是宣达皇后旨意 管理宫中事务的近世官首领 曹腾的实力有点像后世的 大太监李廉英 特别的有政治远见 也特别的有形式手腕 曹腾不是一个只会贪图降了的人 所以他在皇帝面前 和官员士大夫面前 特别吃得开 他还提拔了一批民事 比如于放 编勺严固 张温张焕等 这些人都坐到了公亲的位置 当然他们也很感恩曹腾 他这个结交热情和结交手腕 也隔代遗传给了他的孙子曹操 由于当时的政策允许宦官养子席绝 所以他就领养了曹松及曹操的父亲 至于曹松真正的出生 连史学家都说不清楚 不过许多人认为 曹松原本出生于夏侯氏 夏侯氏和曹氏 本氏亲戚这个说法也十分过得去 而且曹操世大之后 对于夏侯氏十分重要 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 曹修夏侯上曹真同为他的亲信 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为佐证 无论怎样曹腾变成了曹操的爷爷 曹操成了官三代 也是富三代 总之一句话 无处生时甚牛 无等之魂